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香港航空联合赞助播出 洛杉矶打击非法大麻 销售速度泛缓 晚上好 欢迎收看7月6日的凤凰美洲新闻 新闻首先带你来关注 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于12号抵达英国 展开为期四天的访问 美国驻英国大使约翰逊表示 特朗普希望迅速达成美英双边贸易协定 对于特朗普访英期间可能会有至少5万民众抗议 约翰逊表示 特朗普尊重言论自由 而此行几乎没有安排在伦敦逗留 并非刻意回避抗议民众 另一方面 美国媒体5号指出 2017年美国民众收到了高达180亿个自动骚扰电话 比2016年增加了75% 2017年电话诈骗使得约2500万美国民众 共损失了大约90亿美元 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去年收到超过20万期投诉 其中针对自动骚扰电话的投诉 约占投诉总量的60% 研究显示 2017年骚扰诈骗电话导致约2500万美国民众 损失了大约90亿美元 南加州的一间科技公司发现 仅在6月一个月里 亚特兰大市的民众就收到了1.83亿通骚扰电话 达拉斯和纽约市民分别收到9300万和8800万通骚扰电话 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2017年 一共向进行非法欺骗的电话推销公司 开出了超过2亿美元的罚单 并采用新规定 允许电话公司阻止可能进行诈骗的电话号码 目前美国市场上已经有许多公司 推出了阻挡自扰电话的手机应用软件 但是有分析指出 目前还没有一个解决这一问题的完美方案 富王卫视沙翁系李战青洛杉矶报道 另外从美国加州实施娱乐大麻合法化至今 已经有6个月的时间 但是洛杉矶依然有数以百计的非法大麻销售点 给合法市场带来冲击 洛杉矶县警局官员就指出 由于利润丰厚 总有不法商贩选择铤而走险 洛杉矶县警局专门成立了工作小组 平均每周对一个非法大麻销售点进行突击搜查 由于洛杉矶依然有数以百计的非法销售点 按照现在的工作速度 想要查封所有非法据点还需要很多年 洛杉矶县警局毒品计查部门负责人 弗朗西斯科指出 大量的现金涌入非法大麻销售行业 会带来更多的犯罪 有合法重职销售大麻的从业人员表示 非法经销商们不需要为许可证付费 也不需要交税 所以他们销售的大麻制品会更加的便宜 这使得合法经营者们十分吃亏 凤凰卫视沙龙溪李战青 洛杉矶报道 好 观伙过后我们来看更多的消息 感谢后来 我们来看今天来自美国各地的简讯 美国针对非法移民零容忍政策 持续在全美引发关注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ZNN报道 移民机构在分离关押非法移民儿童时 并不会为家长开具任何证明 而现在正通过DNA采集来匹配子女与父母 以防人口走私和贩卖 但没有消息透露 个人信息的采集是否经过了当事人的许可 以及信息会储存多长时间 有律师表示 这些信息可以允许政府监控非法移民 孩儿童的一生 目前仍有不到3000名非法移民的子女 与父母遭分离关押 美国劳工部周五公布报告显示 6月美国就业继续强劲增长 新增加21万3000个工作岗位 但失业率上升至4% 就业增长领域变得更为广泛 随着私营部门增加20万2000个就业岗位 联邦 州和地方政府增加11000个就业岗位 教育和医疗保险相关领域 则带来了54000个岗位的增长 此外 公司增长方面则保持稳定趋势 平均每小时收入增加5每分之26.98美元 使年度增长率维持在2.7%不变 另据家庭调查显示 劳动力总共增加了60万1000人 劳动的比例从62.7% 甚至62.9%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我们来关注一组来自两岸三地的短消息 中美贸易战6号正式打响 正在欧洲访问的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在与保加利亚总理共同回见记者时 谈到贸易摩擦 他强调中国从来不调旗 更不会主动打贸易战 但如果对方采取单边主义做法 加征关税 中国必将采取相应反制措施 这既是维护自身利益 也是维护世贸组织权威性和有效性 李克强特别指 贸易交往中难免有摩擦 尤其做得越大摩擦就会多一些 他同时强调 打贸易战不会有赢家 不仅双方不利 也影响世界复苏进程 同时他更强调 无论外部形势如何变化 中国将坚定不移深化改革扩大开放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好 继续过后 我们再来关注今天的财经消息 另外在财经方面 美股周五收高 科技股领涨 美国六月非农就业数据超出了预期 帮助市场摆脱对国际贸易形势紧张的忧虑 另一方面我们来关注 今天世界各地的全球财经指数 和财经文多奖 另外在社区新闻方面 中国中宣部副部长孙志军近日率团到休斯顿大屠杀经验馆进行交流活动 中国驻休斯顿代总领事王玉参与了交流 孙志军团长一行参观了休斯顿大屠杀纪念馆 听取了详细的讲解 通过图片 影像 实物 全面地展示了二战期间纳粹德国的罪行史和被侵国人民的受难史 曾被关在纳粹集中营中的犹太人 在二战之后有十万人来到美国 其中一千人生活在休斯顿 纪念馆中的一面黑色纪念墙上刻着他们的名字 其中大部分人已经去世 休斯顿大屠杀纪念馆是由美国犹太人集资修建 扩建工程将于明年5月在新址完工 有6000多平方米的展馆面积 将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的二战主题纪念馆 通过播放宣传片 来宾们了解了新馆的规模 设计 功能 及在二战史研究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纪念馆董事会秘书长李娟向大家介绍 新馆将增设清华日军二战罪行的展出内容 纪念馆前馆长马克·莫卡锡的妻子 是纳粹集中营中的幸存者 他说犹太人和中国人都是二战期间 法西斯罪行的受害者 应在挖掘史料和教育大众方面积极合作 孙志军团长是中国南京大屠杀博物馆的 发起人和策划人 他高度评价这项交流合作 对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意义 We also had the opportunity to see the Museum Unit 731 regular in Harbin regarding the Japanese atrocities and were so affected and so taken by that exhibit that we wanted to make sure that more people could see that and we are expanding our museum here in Houston to include the stories of Nanjing and all of the 1980s massacres that happened against the Chinese as well as genocides against other people throughout the world. 更多的交流合作。对于我自己本人来讲,作为中国人,希望能有更多的机会把中国在二战期间遭受的迫害和杀戮向世界各国人民展示。 我们来到这里来观察中国人在过程中的事件,希望能学习这些希望。 中美两国将深入开展二战主题纪念馆的交流合作,教育后代铭记历史,珍爱和平,防止反人类罪行和历史悲剧的重演。 特约记者穆时,悉尼,休斯敦报道。 另外由台湾交通部观光局和Metro合作的主题彩绘列车,近日现身帕莎迪纳市。 与台湾欧贝尔为主角,海湾旅游年、生态娱乐、文化及美食四大旅游主题的台湾观光捷运才会列车。 即日起至年底将穿梭大洛杉矶地区的金线和博览线。 台湾欧贝尔现身帕莎迪纳市金线Delmar站活动现场与民众互动。 我们将台湾最充满了观光吸引力的元素,包括Tour Run 2020的海湾旅游年,以及生态、乐活、文化及美食,彩绘在列车的两边。 希望能够触及上百万的人士,提升满满的赴台湾旅游的动机,特别在暑假。 那也希望大家能够恰我们各合作旅行社及华航等等,能够很,今天买票明天就可以在台湾。 合作的观光彩绘列车是以Tourism 2020台湾永续观光为创作基础,采用台湾海洋特色元素,搭配嘉义阿里山高山铁路、花莲泰鲁阁壮立山景等,让民众探索台湾自然美景。 采汇车将另一面以台湾标志性的景点凸显文化与美食亮点,为台湾不同地方传统习俗即2019漫游小镇旅游年做暖身。 其实很少地方能够向台湾一年四季都可以去旅行,其实我们在今年下半年,新年华假期推出三个很棒的行程。 当然我想大家最耳熟能详是每一年的双十国庆,曾老师都会带所有的好朋友去台湾吃好住好玩。 台湾驻洛杉矶经济文化办事处处长朱文祥表示,希望通过列车启动,吸引更多人前往台湾进行旅游。 凤凰卫视钱力涛洛杉矶报道。 我们来看一下未来24小时的全球天气情况。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者,在子羽将其AK,通 dramatically拍摄 3060将 elderly家交易的水晶码,薄 justo大亚重感。 谢墨口时的 4个!!!!! UH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以上就是这节新闻 详细的新闻内容 请登陆凤凰新闻微信平台 感谢您的关注 凤凰美洲新闻友 长荣航空 A Star Alliance Member 老力士华人独家代理 李新华匪罪金城 中国东方航空 全新启航 静候您到来 让充满回忆的车子和房子 获得应有的保障 Stay Farm让您稳健一生 香港航空 联合赞助播出 新闻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